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聞 我是洪一慧 臺灣僑務委員會華僑通訊社社長 陳一芳 最近參訪南加州的洛杉磯 向海外僑胞朋友們來推廣僑務電子報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利用這項服務 同時也鼓勵僑胞們一起成為海外新聞 志工 洛杉磯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於十二號晚間舉辦僑務電子報推廣活動 專程從臺灣遠道而來的僑務委員會 華僑通訊社長陳一芳 向海外僑胞朋友們介紹今年5月 先行啟用的僑務電子報 採用互動式技術 打造適合手機和平板電腦的閱讀界面 讓使用者能夠隨時隨地取得最新的僑界消息 為了感謝洛杉磯僑界辦理 臺灣青年搭僑計畫 以及支援內政部警政署代表臺灣 參加2017年世界警察消防運動會 陳一芳以及洛杉磯中心主任翁貴棠 在活動當天頒發獎狀給各位僑領們表達感謝 我們僑務電子報它基本上要提供的服務是一站式的服務 包括幾個部分國內訊息 僑社新聞 還有臺灣的一些文宣短片 但我們的Focus永遠是以僑社新聞為核心 我們更希望我們的僑胞自己成為自媒體 自己來報導自己社區裡面值得宣揚的一些溫馨故事 也就是以僑胞為核心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積極推廣的外新聞志工計畫 我們希望全球的僑胞都能夠積極參與 因為我們覺得每一個僑區 每一個僑胞個人都不應該被忽略 世界警銷大會 臺灣有個很大的代表團過來 所以我們的僑界發起一個後援會 然後在不同的領域都有志工幫他們來做翻譯 幫他們來做接送 他們所付出的心意非常令人感動 那麼另外一件事情 僑委會新的計畫叫做海外青年大僑計畫 那麼有14位來自臺灣的大學生來洛杉磯做七天的參訪 那這個活動當中呢 很多熱心僑胞呢 他們突然提供免費的住宿來招呼他們之外呢 也把他們的在僑社的奮鬥的這種非常感人的故事跟他們分享 讓他們這些年輕人得到很大很大的收穫 所以我們也要藉這個機會呢 來頒發我們僑委會委員長吳欣欣博士的一個特別的感謝状給他們 陳一方社長哲持副美 除了推廣僑屋電子報 娛樂橋中心文貴堂主任 以及副主任傅宇倩莊博志 也參訪北美中天電視台 陳社長介紹 僑屋電子報在中央社以及臺灣媒體合作下 提供聚焦臺灣 僑社新聞 國際兩岸 新南向快訊 English News等多元內容 提供僑社最新動態以及國內要文 同時他也鼓勵北美僑胞多多利用兼具數位影音的電子報 並且歡迎大家成為通訊社的新聞志工 一起為電子報帶來平易近人的新氣象 中天頻道 黃尚廷同軍洛杉磯採訪報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